受到台风及东北季风共伴影响 基隆大风雨不断 基隆市议会议员们在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带领下 依照既定的议会行程 由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逸和产发处长等人陪同 到位在七堵区马林地区的宠物银行考察 基隆市政府耗资9000万元左右改建宠物银行工程的情况 宠物银行变成一些弃养的 一些流浪狗之类 他们何去何从 他们的这个居住的处所 我们收容的处所 到底现在中央已经给我们将近 包括我们地方配合款将近一亿元 这个算是相当多的一个经费 要做我们就应该把它做得很好 那这个虽然不关民生问题 可是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尊重 其他生命的一个义务 我们所有的议员非常关心这一块 所以今天风雨很大 可是我们还是很多议员来参与 今天这个专题考察 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 向议员们报告表示 今年底前可以完工启用 我们预计在下个月的时候 那工程做一个收尾 带一个进度 那我们会送死照 那死照通过之后 就会开放来启用 最有可能是在11月 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会开放启用 不过家里面也有 饲养毛小孩的议长蔡旺连 非常眼尖 就点出来新的宠物银行 大小犬舍的设计不良问题 就是犬舍空间虽然加大 让收容在里面的浪浪更加舒适 但是小型犬最下方栏杆空隙太大 容易让小型犬一翻身就溜出来 需要改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